这一节呢我们再看一下最后一个关于上册模板的练习 这边我继续呢进入到上册模板 相信我们改了一堆模板之后 已经堆上册了有一定的认识 这边看一下最后一个 那这个模板呢我们看到只有一个项目 直接加载确定 当你加载完之后 回到上一集看一下它的预览 这个预览拖动到新增合成 我们这边就直接播放 相信我们观察之后发现 这个模板照片量还是比较大的 主要改的内容就是照片和文字 那我们直接呢看一下左边 比如左边会看到有一个目录 那我们看到这个目录中又分为好几个目录 展开之后我们不清楚这个是干嘛的 看一下第二个 那这边很明显我就知道 这个肯定是改照片的 所有的照片都列在了这里 然后第三个 然后第三个 那这个我们知道 这个肯定是音乐 然后第四个text肯定是文字 这样我们就对这个模板一目了然 这个结构还是比较简单的 然后第一个都是修改 那第二个 看一下名称 它是CMP Comp 那这边就是final最终的一个合成 第三个应该是一些关于素材方面的合成 包括我们看到的纯色 还有一些小的合成 这边看不到预览 我们就先不管第三个了 所以大体的结构我们已经清楚了 那这边关掉我们这个不需要的合成 那系统默认加载的这个final 也就是最终要编辑的这个窗口 我们看到它给的这个框架还是比较简单的 直接就是相框 加上文字 那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要修改的内容 这个模板 我们在左边展开的话 我们也看到了关于图像 它的这个位置 比如你选择一个照片 双击 那中间是空的 我们进入到自己的目录 我就随便加一个照片放进去 只有你放了内容之后 才能看到模板中显示 回到这边 可能你加的01并不是一开始显示的 这边我们看到了照片 那右边这个是零级 模板中并没有标记 我们只能去尝试 看一下02是否是这个图像 拖动进来 这边再回到前边 那我们看到它是中间这个图像 那由此类推 我们就一个一个的去尝试 看一下这些文字怎么样去改 文字的话 首先质量调高一点 第一个文字我们看一下 我们也不清楚它到底是第几个 这边在合成中双击进入 那你会看到 它的这个合成的数量 也是比较的庞大 那我们看到这边就会有提示 一二三四 关于场景的提示 我们在拖动的时候发现 这个场景中它的元素还是非常多的 除了照片之外 有这个背景的文字 包括这边的文字 那找起来呢 还是比较的困难 首先我们可以尝试 先替换一个看一下 因为在左边的这个编辑中 我们看一下 这边图像我们知道的 都在这个 image中 但是文本的话 目前还没有确定 这个是音乐 然后text的话 先看一下text1的话 text2的话 它有一个预览 能告诉你这个文字是什么内容 我们看到 这个文字的预览 和你模板的文字是一样的 那我这边双击第一个 比如我双击这个文字 修改一下 这边预览到合适 看一下 回到你的上一集 那文字替换了 然后看一下第二个 双击进入 比如我修改一下 删掉某一个 然后改一个 回到上一集 那没有问题 我们找到了这个文字 所以只要你看文字的内容 就可以找到 那这边相框的话 只需要一个个替换 肯定是可以成功的 那这边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这个背景的 这个大的文字 它在什么地方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文字 mr.durs开始 那可以看一下 有没有跟这个文字相近的 那我们在点击的时候 通过预览可以去看 可能前边的这些文字 我们都没有看到 看一下 下边的文字 那这个 一大堆的这个预览 我们看一下 那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找的文字 你可以替换成自己的文字 这边为了看到变化 我就复制一堆 复制一堆 然后回到上一集 再上一集 然后播放我的场景 那没有问题 这个文字我也找到了 所以模板的结构 我们大概就清楚了 所以相信通过前面 我们这个一阶段的 这种对模板和图片的插着 相信我们也知道 该怎么样的去 更好的去检索图片 图片的话呢 就是可以看到 都会有这种排列下来的序号 比如说一到多少 你的文字也会有相应的 类似这种序号 图片通常呢 是以这个 PHOTOphoto开头 或者是IMAGE Image开头 文字的话 基本上都是TXT 文本的这样的开头 所以这个模板 直接就可以找到 如果你想手动找的话 还是传统的方式 光标定位到哪里 然后去双击 然后你可以这样子 点击某一个 隐藏某一个去排除 我们去排除 当你排除掉 这个元素的时候 那它就是 你要修改的内容 那我们排除到了 这个文字 那肯定就在这个地方 双击进入 那你就可以对它进行修改 同样我们回到上一节 那如果排除这些项框的话 肯定有一个框可以选中 选中选中 可以看到高亮提示 那你如果要替换它的话 双击进入 再双击进入到内部 这边选一张照片拖进来 回到上一集 再上一集 肯定会看到它的一个快速的更新 所以大的结构呢 不用去管 只需要呢 跟着自己的这个合成 最终的合成 这样子去 从前往后去捋 去找 包括多观察左边的这些文件夹中的内容 点击查看这个预览 你大概呢 都能找到图像 或者是文字 这个模板最后的话 要看一下有没有关于logo 或者是其他的文字 所以在这个样片的预览中 我们可以更好的去识别 你替换完文字 包括图片之后 最终结尾的地方直接淡出 所以我们不用再去找任何logo了 所以这一章完了之后 我们下一章呢 开始呢 进入到下一个类型的模板的学习 我们开始进入到关于文字类模板的学习